各位欢迎收看夜间新闻 我是陈婉庸 先看今晚的新闻众碟 各位海关拘捕一间美容公司的负责人和美容师 接盐用艺务的美容仪器提供美容服务 张佳怡报道 海关接获投诉 只有美容公司职员 涉嫌俄清乙某品牌的美国仪器 为客人提供美容服务 在上个月29日 海关派员办故客展开行动 发现美容公司在销售服务的时候 并非使用正货设备 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拘捕30岁店主和25岁的美容师 海关表示涉及的美容产品 声称将超声波打入皮肤底层 达至收缩和骨胶原增生效果 但是使用艺务仪器就有机会 对皮肤表面造成永久性伤害 针机这个超声波的影像是可以有什么功用呢 其实它可以即时分辨到皮肤的结构 例如真皮、脂肪、肌肉 协助治疗师可以更加准确地 去到操作这部机 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个超声波影像 而进行治疗 在行内人他们俗称叫盲打 那就会大大增加了治疗的风险 海关表示用正货的时候 会有持续酸痛感 但用艺务仪器痛楚就会减弱 仪器成本方面估计正货要用十几万 比艺务仪器贵十几倍 海关呼吁市民在购买任何美容服务之前 集团以外的一名人士 泄露的资料包括会员姓名 电话号码、电邮地址 以及百达通号码 大家乐 其后补充 外涉的内容不包括会员的财务和敏感资料 牵涉的会员大约是十万八千五百人 大家乐 事后已经即时要求有关人士删除电邮和附件 向警方报案和通报个人资料 私隐专员公署 又向所有受影响的会员发通知 大家乐对事件深表遗憾 会检讨有关程序和系统 没得看,想象不到 其实我怎么会选 这些都是我梦想的 那么好气氛,肯如你一份的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你不要和我开心 没有,找不到 六四事件就快踏入二十六周年 支联会发起游行 要求内地释放被拘留的维权人士 停满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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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 带领成员由西区警署出发 游行去中联办 要求内地释放陈文飞、袍志强等维权人士 又缩请中央政府容许六四受难者家属 公开悼念亲人 游行人士在中联办外面将贴标语之后散去 立法会议员梁国雄 四年前冲击逮捕机制论坛 到去年被判监一个月 在服刑期间 他被剪去长发提出司法复合 法庭押后裁决 王迪瑞报道 剪发男女有别 梁国雄以及多名省民连成员 开庭之前在法院门外叫口号 因为陈教署强制剪阻长头发 但有性别歧视 代表陈教署的律师就说 男囚犯用暴力风险教女囚犯高 长头发的囚犯更容易受到袭击 而且长头发也容易收藏武器 为免他们自残 伤害其他囚犯或者被人伤害 才会规定要剪短头发 由于顾及女囚犯的私隐和异用 所以没有规定要剪长头发 代表梁国雄的律师就说 事件是性别定型问题 他引用英国数据指出 女囚犯自杀风险比男囚犯高 所以陈教署也应该同样剪去 女囚犯的长头发 法官欧慶祥也质疑 剪短头发的规定 为什么不适用于女囚犯 案件审讯员会眼后宣判 人称长毛的梁国雄 在2011年因为冲击逮捕机制论坛 被法庭定罪 去年他向高等法院上诉获得减刑 即时入育一个月 在育中要剪去长头发 梁国雄就提出司法复核 认为男囚犯需要剪法的条文 是违反性别歧视条例 要求法庭声明行为是违反基本法 以及推翻成交署的决定 亚洲电视记者宏迪威报道 香港淘博民族自决会创办人赵贤聪 去年10月在旺角占领区警风清场阵 接涟冲击警方防线和集警 被裁定阻差办公和拒捕罪名成立 案件是官堂裁判法院审理 站委裁判官说 警方在旺角首次清场阵 赵贤聪已经知道警方设有封锁线 但没有理会劝语用身体和双手 撞到两个警员 认为他是有意图阻撓 辩方说警方使用过分武力 但不获法官认同 裁定被告阻差办公和拒捕罪名成立 但集警罪名就不成立 以后至今个月22日判刑 申之类市场比较关注的 美国失恋率表现如何 数据是符合预期的 有消息说国务院日前已批复深港通 最快会在今个月公布 第四季初启动 但香港证监会和港交所都不做评论 而中国证监会亦表示 没有听说过相关的讯息 深港通的方案也只是在研究的过程中 而另外银行工会预期 深港通开通之后 内地和本港资金流动会更加频繁 两地的色谷亦会吹响接 陈婉容,明天天气如何 明天天气不太稳定 问题是… 各位新闻报导员,晚安